台中乌丰林家的林宪堂对于台湾近代史的影响是相当的大 国立台湾图书馆和乌丰明台高中来合作 在双合一郎要展出林宪堂先生和乌丰林家的特展 相关的文物历史资料在这里都看得到 乌丰林家是台湾五大家族之一 与林宪堂相关的文物及真基已是国立台湾图书馆展出 副总统吴敦毅及前副总统吕秀莲都特别到场祝贺 国立台湾图书馆馆长杨玉惠表示 这次的展览相当难得 也感谢林家对于台湾文化教育的致力推广 大家都知道乌丰林家是我们台湾五大望族之一 在清朝的时候就有崛起 那时候在日本时代从商这样一路的过来 对我们台湾的影响力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县堂先生的父亲祖父为我们台湾整个历史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奋斗我想大家应该非常的了解 我们今天在会场上也会有展示 那以我们台湾人的来算 县堂先生今年应该是135岁的名单 林县堂和其他士生奔走成立第一座台湾人子弟 就读的台中中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台中一中 以及推动台湾文化协会等努力 都能看见乌丰林家从一个跨越时代的大家族 转变成为一个台湾的文化景观 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意义 日本时代在那个义族统治之下 他就非常的坚持台湾的教育 文化的价值这个教育 教育和文化的教育 比如像说教育刚才馆长就有 有说过了他扮过很多家企业 文化就跟他说去日本 在西元1921年到西元1935年 联系15年15次的到日本东京 到总部去请愿设置一个议会请愿运动 第一天开展就有不少人想要一睹为快 展览人潮不断涌入 展出物件包括相关文物 手稿老照片等记录 展览时间从即日起到12月27号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中家新北新闻中和采访报道